欢迎收看每周360 我是Angus 上个星期因为我出了一辆 只过百万的新车 所以没有上到来 今天看到Angus 你们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第一折行完Torota Camry VX80 在泰国10月10号就会发布了 只有2.5L Hybrid 最大马力227HP 泰国的这款和美国版还有新加坡版 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泰国版的Camry外貌就像泰国妹那样 它的前脸就有加强了的 看起来就是会让你爱不释手 想要把它取回家的感觉 这辆新款的Camry的车身尺寸升级了的 车身长度4920mm 宽度1840mm 高度1455mm 它的轴距是2825mm 它在D-Segment Sedan的市场上面很竞争一下 500L的后尾箱空间够你装每天你要装个东西了的 这辆ToyotaCamry VX80 用了新的2.5L 4 Cylinder 16W的引擎 最大马力是185HP 221Nm 它的134HP还有208Nm的电池一起发光 就给你227HP了 动力又有又省油 还有它是一辆前轮驱动的车 牙箱是ECVD 直接拖动Steam 没有牙箱肯定顺了 这辆车给了你12.3寸的screen 又有Head-Up Display Infotainment也是12.3寸的 Wearless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什么都有 舒适性配置方面 新车就给了你这个前景天窗 前面的座椅有BUS向的电动调节 Steering也是有电动调节的 连后面的座椅也可以电动调节 还有它的后排可以给你adjust它的座椅 音响、Aircon 还有窗口的Blind 在它的Safety System方面 Toyota还是给你8个Airbag 然后Toyota Safety Sense 不管你买什么SPEC都也是给了你 Toyota Safety Sense有什么功能呢 就不用我多讲了啦 都是那些东西咯 你们自己都会念了的啦 现在在我国卖着的这辆Camry VX 其实是2.5L NA的 如果等下Toyota进这辆Hybrid的啦 价格肯定没有这样便宜啦 不知道UMW会不会带进来 你们就慢慢等啦 第二则新闻 Mazda EZ6 在欧洲的测试当中 后轮驱动的马六会用长安的动力配置 这款车型计划年尾在中国和欧洲一起上市 和上一代的车型不同 Mazda EZ6 是一辆后轮驱动的EV车 Mazda EZ6 用了长安的EPA1 Platform 这个Platform也在中国市场的 里程会超过1000km可以走更远 长安的这个Platform 给你更好的电动性能 尤其是后轮驱动的版本 让这辆车在市场中拥有独特的定位 如果你是追求Sporty和驾驶乐趣的人呢 你就需要考虑一下了啦 所以马之达跟长安合作 就是说他们还是重视中国市场的 那这辆Mazda EZ6 它的车身长度就是4921mm啦 比Mazda 6 还长一点点 它的车身宽度和高度都有增加 然后还有更宽敞的车里面的空间 如果我们Compare Volkswagen ID7 啊 它是短了一个40mm的 它是这个中型轿车的一般的尺寸啦 在设计的方面呢 这款测试的车啦 就有一个很帅的隐藏式的Spoiler 还有这个黑色的Rim 一条长长的LED尾灯 科技满满的车头设计这样子啦 但是这个应该真的生产的时候啦 会有一点改变 会有一点不一样的 中国市场推出过后啊 这款车型也会登陆欧洲的市场 预计就快要上市了了 但是还没有听到的是这个北美市场 要推出这款车啦 最近Fermas Auto 通过了这个融资的手段 获得了这个 EPMB 的股权 这个 EPMB 主要是生产Hybrid 还有EV 车型的 你们觉得Fermas Auto 会不会引进这辆EZ6呢 还有的是EV的马自达6呢 会不会塞车迟到呢 你们留言给我知道 第三则新闻 2024 年的 Mitsubishi Expander 来了啦 又是那些Facelift 一下 换一下Bumper 换一下车灯的那些套路啦 是正式在马来西亚开始给你booking了的 它是7人做的MPV 卖你不超过10万令吉啦 那这款Expander 的车身设计啊 和上一代差不多一样啦 里面的空间也是差不多一样啦 车身尺寸呢放出来你们自己看 给你一粒1.5L 的这个Mivec NA Engine 虽然不是主打这个动力性能啊 但是强调的是这个耐潮还有省油啦 这里1.5L 的引擎呢 给你最大的马力105HP 141Nm 牙箱是4SPEED AUTO 不是CVT 虽然不是讲很劲啦 但是这个Mivec的动力表现啊 就是一个自动顺哦 不要再怀疑了啦 外观设计方面啊 车头的这个Dynamic SEAL的设计更加突出了 前面的Bumper和它的LED大灯 全部都是换了新的啦 有没有帅到你一下 车尾的这个LED灯也是换了的哦 现在很多这个Chrome的东西了啦 它们讲看起来更高级了 然后又是那些17寸2tune的铝合金轮毂 又要跟你讲看起来更Spotty这样咯 然后车里面呢 有这个7寸的screen 给了你这些Wireless的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也给你Leather Seed 然后第三排的椅子可以躺平的哦 躺平了过后空间当然就更大啦 然后这个安全配置方面啊 又是那些东西咯 现在都是那几个function的啦 跑不掉啦 你们自己都会背了的 那所以这辆2024年的这辆Bitsubishi X-Bender Facelift 他们讲啊 不是我讲啊 它的大气的外观设计 宽敞的车内空间 实用的配置 还有出色的这个燃油经济性啊 继续巩固了它在马来西亚MPV市场的优势地位 如果你要找一辆万能又经济的MPV呢 你们就考虑一下这辆Expander啦 那第四则新闻啊 Proton全力推行一代的车型研发 在海外还有Locker这里找人合作一起搞 就是讲它要提升这个生产的这个效率啦 Proton和其他政府机构啊 带着供应商团队呢 去了这个中国深入了解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的先进技术 还有零件生产部的这个体系啊 他们去做一个技术的交流 简单来讲就是要铺路了啦 这次去那边考察的人 包括多家的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关联企业 及22家的这个供应商啊 很大阵仗一下啦 听讲啊超过87%的supplier啦 对中国供应商展开合作呢很有兴趣啊 合作的领域呢就涵盖了很多的这个技术转移啊 这些技能的发展啊 还有联合业务的投资等等啊 这将进一步的巩固了Proton和中国供应链的合作 由于这个全国的这个EV汽车市场呢 飞速的发展 Proton也在加速推进这个EV车的研发 然后这次合作啦 就加快了这个EV车零件部的研发过程 还通过这个技术转移哦 进一步推动了这个马来西亚呢 在EV车领域的技术提升 为了增强supplier和dealer的信心啊 Proton在这次的考察的时候呢 就展示了未来会推出的新车型还有设计的理念 Proton的团队呢就很用力的开发 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这个车型 不只在外观设计上面呢 满足多元化的这个市场需求啊 还在安全技术还有内饰豪华感上面超越了预期哦 supplier协会的主席也对这次的preview啦 给了很好的feedback 他们讲未来的车型啊 会成为市场的明星产品啦 Proton的CEO李春龙博士呢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啊 这次的考察是Proton在产品创新 还有supply chain上面合作呢 卖出了一大步 Proton的团队也开了turbo推进新的model开发 就是要在产品设计上面呢搞创新啦 又要通过和全世界的supply chain紧密合作 来确保马来西亚汽车行业的长期竞争力呢 可以继续发展 上次我们讲过了的嘛 现在Proton的那些车款啊 X70 Saga Iris Persona 那些车款啊 准备要换代了的 你们有在期待哪一款新的Proton车款吗 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 最后一则新闻啊 2025年的Cherry T-Core 4 Pro呢要来了 1.5L的turbo又慢也少过10万令吉啊 最近Cherry在澳洲公布了这款 2025年的Cherry T-Core 4 Pro的照片 这款车和之前在我国launching的那辆车的车型 外观就有不一样了的 然后Engine和Omoda 5那里是一样的 侧身尺寸方面啊 2025年的T-Core 4 Pro呢 什么样子自己看上面 侧身尺寸也是自己看上面 然后这个尺寸呢 不大不小刚刚好的 空间也是够用的 舒适性呢就是舒服咯 2025年的T-Core 4 Pro的外观 就有一点不一样了 前面的Salon就更大了 LED大灯就更LED了 车身线条就更车身线条了 然后要讲的是它更Spotty了 内饰方面呢 T-Core 4 Pro也是有不一样了的 1025寸的touch screen咯 还有什么智能啊 车载系统咯 Wireless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那些咯 全景天窗啊 无线充电啊 这些那些咯 很舒适咯 很宽咯 安全性能方面啊 一样也是每天讲的那些咯 如果你们知道哪一些的话呢 你们就留言下面 给那些不知道的人知道了一下 然后这个T-Core 4 Pro 还提供了这个360镜头 那些不会parking的翻书 可以考虑一下这辆车了 来讲动力了啦 1.5L Turbo给你 147HP 210Nm 就是中亏中矩咯 要便宜要省油嘛 所以就给你这个CVT牙箱啦 然后又要讲这辆车很顺啊 来来继续就是那几具了啦 它的百公里油耗呢 就是7公升 又是那些Uncle Auntie 一定最喜欢的这些Peng Leng这样的SUV啦 在马来西亚的市场啊 这辆2025年的Cherry T-Core 4 Pro的最大卖点之一啊 就是它的售价啦 听讲啊 这辆车卖你不会超过10万令吉了 100千的车啦 可能Uncle Andy 可以看看的是现在的Proton X50 还有这个Atiwa啦 你会选择什么 你留言给我知道一下 OK 这个就是今天360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like、share、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和Otomachi的IG TikTok小红薯 我是Angu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